那这个标法治疗 他一个疗程都没有做完 然后主治医师就说 就等于宣布放弃了 让家属觉得很无奈 那我今天标法治疗 比如说要做四次的疗程 一个疗程要做四次 竟然做了第二次 主治医师就说 这个不要再浪费医疗资源了 就直接把医疗资源再转 转给其他的患者 那这样子的话 家属的感觉就是 医师放弃我这个病人 那像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之下 我们院方 我们院方如果 继续劝呢 或者就是说 依照家属的要求 来做这个继续治疗 这个动作 我们院方会采取哪一种方式呢 那谢谢院大哥的问题 那其实我想医疗 不管在哪家医院哪个成绩 医疗医疗的原则 就是以专业 提出建议 那当然会尊重家属 跟病人的一个考量 那我们必须提供一个 各方面的一个建议 以专业的层次 那比较理性的就建议 包括这个医疗 能不能带来一些协助 那预后如何 那还有呢 这个医疗带来的一些包括副作用 那把所有做一个完整的呈现 来尊重家属的意愿 那我想 因为大家刚才提到的 提到的这种情形 包括一些治疗要不要进行下去 那这些治疗 很多治疗它都并不是说只有益的 无害的 会把这些东西去跟家属做一个妥善的一个解释 跟讨论 那当然家属的意愿还是很重要 那当然家属的意愿 有时候家属的意愿 基于一些情感的意愿 但是要选择 这个治疗对他来讲 只是带来更多的伤害 那在医疗端方面 也会就医疗的专业立场 跟家属再做进一步的沟通 我想这是一个大原则 谢谢